欢迎大家来到我这个频道 今天和大家讲的不是LM177之前的本省 而是讲LM182 这个是普通版 它有5毫子 我们叫50C 另外它还有20C 即是2毫子 2毫子即是1前4分4 它还有10C 1毫子 7分20 因为市值不高 我会集中讲1元 但这个5C 5C 即是5仙 5仙你看过没有 香港其实也有5仙 很小时候 就是我们叫做斗铃的东西 你手上拿着一大堆币 如果你不懂分真假的话 你分分钟买了假币 就变成一文不值 所以假币的知识 其实是非常之重要的 真币的知识 我都会讲 但是假呢 我都会讲 如果你想着这个世界上 没有假的东西的话 你可能会简单一点的 我这个频道的价值就在这里 我很清楚知道 我频道以后会怎么走的 我也都知道你其实最关心的是什么资料 就是如何分辨真假币 眼前这个币是我的 留意这些鞭齿 假币 但是 你看见这个币 你凭什么 可以知道是假的呢 这些币是非常之普遍的 它种植的机会是十分之大 你在Google 就这样打它的名字 加个后面加个LM 你就可以找到的了 或者你去百度 打它的名字 之前介绍的本省 就是这隻币 LM177 詳情你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你会看到下面 你会看到湖北省造 下面有一个叫LM182 那你就可以很快地知道 LM號碼 然后呢 就找一本书 就是这本 这本书其实真的很好 它有了LM號碼 下面有些小老 有5毫 2毫 1毫 5鲜 你也可以在下面看到 它的参考价 虽然其实也没什么用 都参考一下也好 看一下它基本上有分别 看到酸筒是在下面 它那个帽子 基本上都可以说是一样 是改了字 由光水转到酸糖 那你再揭 噢 变到其他的 各样版色 各样版色 那有兴趣就在淘导买本 那你再揭 就发现 哦 完了 那你在PCGS的网站 那一搜 就找它的数量报告 1元 你刚才记得到这个数量 115690 那它有个加号 那你会看到 1892粒 它收了1892粒 PCGS收了这个数量 那你会看到 Base 和另外一个叫DDO的版别 DDO的样子 我会给大家看一下 那你会看到 9粒 收得这么少 你可能是后期才收到这个帽子 你根据本书的名号 115696 去搜寻 那你居然会看到 哇 为什么会出了酸筒 明明是光水的 那我已经去信了 PCGS 我相信它是搞错了的 那如果 有些讀者知道 哦 原来没搞错 那你下面留言给我吧 那我现在 在那本书那里讲 酸筒 的PCGS 就是这个 620503 这个正式是 酸筒的 LM187 才是它的真身 你会发觉 是会找到的 亦都是叫酸筒 亦是湖北省座 这个才是它真正的家 你可能一次不小心 就抄了去光水那边 如果你看到这段影片 又上去PCGS那边 的网页 看看 哦 已经update了 那你告诉我 又或者是 小村你搞错了 不是这样的 那这个宣筒呢 是在光水那边的 那你就留言给我吧 这只币我可以说 如果你在收藏里面 有级上历史的话呢 你收到那个假币 那个机会率是超级爆高的 它最容易中招的地方呢 就是它 它是变成的 这些字 都不得相当好 你不懂就可以 就很容易 钓 它有DDO的版本 我就比较了好长 很长 很长 右手边那个是DDO版本 如果有读写 有时间的话 可以比较一下 我就用了很长时间 都看不到分别 在哪里 你看到分别 就告诉我 你會見到PCGS的網站 HA的意思是Heritage 是一個很有名的拍賣公司 亦都很大 網頁就是HA.com 有時間我都會介紹一下 它最特別的地方 它主要是英文介面 它有一個Converter 有一個Translator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適合的語言 你可以選擇繁體、簡體 它會很容易 就可以支援全宇宙的語言 這個設計也不錯 我們這個LM-182 究竟怎樣分別它的真假呢? 我建議大家集中在這三個字 A N D 這三個字 不要看整隻龍那邊 不要看中文字 它們沒有得很像 你手上那個幣 你自己自然會找藉口 用得比較多 那你就很容易欺負 你看著A字 A字在左邊比較幼 還有下面這些畫 都存在的 你可能沒有了這些畫 比較一下你的幣 是不是這樣 眼前這張照片是真幣 你會見到N字 右手邊是薄一點 有些N字就像這些 崩了 崩了未必是假的 真的也是這樣的 特別注意 你現在整張圖都是真幣 你會見到D字的轉角位 是薄一點的 重要的事情說三次 是薄一點的 你用放大鏡 去看看這個AND 三個字 你自然不會知道的了 那你就這樣看 這隻幣 這隻這樣的假幣 你沒有回到差不多的經驗 這隻幣 的中招機會率其實都高 哪一隻不敢說 你看看這個幣 你看到黑的就是假幣的資訊 你只看一隻龍 其實你可能會逐個逐個爪 去比較 看看是不是真的 其實你集中這三個字 其實已經足夠你的資訊 去看回 這個是假的東西 看不看我 看不看我 喜歡就給LIKE 不要讓老虎吃了 咬到你一頸血了